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这一次姗姗来迟的全会 是在美中贸易战这个胶着不下 香港抗争绵延不绝 中国经济快速下行的形式下召开的 会议的时机 主题以及它一再延迟 都成为海内外各方关注的焦点 按照北京的通告 这一次四中全会的这个主题 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那么习近平推动的第五个现代化 与邓小平时代的四个现代化 之间是什么关系 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四中全会会不会进一步 突出四个自信的意识形态 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 中共是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还是进一步回归毛泽东死时代 今天我们时时大家谈就邀请专家 为您探讨这些问题 在佛罗里达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 是独立时评人鲁南 鲁先生您好 徐伯伯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 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 观众和网友朋友们 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另外您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到节目中发表您的观点 并提出您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拨打00852-3001-7560 台湾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 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 这个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这个主题 是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这个若干重大问题 外界普遍把它称之为是第五个现代化 那么习近平把它归纳成两句话 组成的一个整体并且强调 我们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 中国人其实对四个现代化都耳熟能详 但是对习近平提出的这个第五个现代化 许多人可能会感到生疏 那么我首先请教佛罗里达州的鲁难先生 什么是所谓第五个现代化 他与邓小平大力倡导规范的 这样一个四个现代化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所谓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主席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面提出来 所谓深化全面改革的这么一个报告中 提出来一个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他本人在2014年的2月17号召开的省部委 及这个领导干部 学习他的这个深化体制改革的这么一个报告中 亲自向外界推销这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概念 后来他的这个宣传班子就把这个概念提升为第五个现代化 借此来比肩邓小平的 以及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了 整个国家的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国防力量现代化 以及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概念 他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把自己的这个现代化放在这个一个首要的位置 来显示他的整个的理论体系和他的治理能力 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体系之内得到加强 得到这个扩张 当时的关于深化这个体制改革的这么一个报告之后 那么习近平主席也顺理成章了 成为了中央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 这也是他身上兼批的几十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中的之一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导小组的这么一个职务 但是在其之后 他的所作所为 也与这个报告之间提出的 让市场在这个资源配置中其主导作用 也就是逐步推进市场经济和这个加强资本主义因素 在中国这个经济政治各方面的这个改革开放 他不仅没有进行一些改革和开放 反而走了回头路 在经济上是经国进民退 对这个私营经济进行了一些打压和挫散 所以导致今天的整个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 社会投资低下 加上中美贸易战和香港问题的出现 导致所谓的五个现代化成为了一阵泡营 李克强总理当时提出了定向刺激 调整结构的所谓克强经济学的这个核心的理论 在今天在2015年股市泡沫崩溃之后 已经彻底破产 李克强本人也被输之高歌 现在这第五个所谓的现代化 已经不是一个新东西 而是五年多之前 拿出来一个旧的这个每一个概念 老百姓根本是无从谈起 也不太了解 事实上是拿出来一顶过时的破帽子 重新又戴在头上 我认为为四中全会不能争光天才 谢谢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完善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或者是治理能力这个现代化 这些这个政治学术这个术语呢 听起来是很时髦 但是观察人士发现呢 这其中充斥着中共的意识形态 制度完善 我们看到它离不开 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 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 跟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 现代国家管理 是风马牛步相及 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 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第五个现代化 它与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 现代化国家管理 有哪些意同 应该说习近平的第五个现代化 也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和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 现在国家管理 有着本质的差异 但也不是风马牛步相及 因为两者之间呢 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 因为毕竟呢 政府的职能是多方面的 其中有一些方面 政治性很强 有一些方面 政治性就比较弱 有些方面呢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性 那么作为一个现代国家 作为现代国家 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 也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 所以他们管理的治理的方法呢 免不了也有些共同的方面 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国家呢 有所谓政务观和事务观的区分 那么中国是一档专制 不可能有政务观事务观的明确区分 80年代曾经尝试过这个正式分离 也就是政务观事务观的分离 但是半途而废 那么在中国官场呢 没有明确的政务观和事务观之分 不够模糊的 不明确的区分还是有的 因为在各个部门呢 我们都看到呢 有些官员是主管业务的 主管具体事务的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呢 中国出现了一大批 受过专业知识训练 具有专业管理能力的官员 有些呢 他们很多都学习过 一些西方的管理学的知识 其中有些呢 他还得西方留过学 那么现在各级政府在做 对具体事务做决策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注意 这个听取专家的意见 也会比较注意什么 科学论证啊 可信性研究啊等等 在这一方面 那应该说中国政府 在这个所谓 智力体系和智力能力方面 是有进步的 尤其是和毛时代相比 那应该说这种进步还比较显著 不过有几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第一 这种进步 基本上都发生在邓小平时代 发生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 发生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 这方面的进步很小 倒退的很大 另外一条呢 因为中国的逻辑就是这样子 就像前天 昨天人民日报的说法 那就是既然中国取得了 举世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 和政治稳定奇迹 可见我们的制度是好的 可见我们的智力体系 和智力能力是好的 那其实不然 比如政治稳定 那众所周知 中国的政治稳定 就是建立在持续的高压之上 建立在持续的 剥夺人们的基本人权之上 所以这不但不是好事是坏事 另一方面拿经济发展来说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 我们知道它也是建立在 所谓低人权优势上 那么低人权优势 本来本身就是个劣势 它正好说明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 一个极大的缺陷 另外中国整个经济发展 所谓经济奇迹 又是建立在一个 极大的不公不义伤天害率上 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因此你从中国 在经济发展上有成就 政治上特别稳定这一点 并不能推出 中国现在的这种制度 制度体系和能力 就是从道路上讲 从道路上讲是好的 有些倒是相反的 再有因为你中国所谓 你现在要搞的这个 制度体系和制度能力 第一个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 归根结底 还是建立在一党政治之上 那么这种现代化 它必定是个片面的 是畸形的 它不能解决人类的 一些基本需求 比如说对自由的需求 对尊严的需求等等 所以它必然是有害的 是危险的 而且它需要建立在 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 如果它离开了这种 不断的政治迫害 离开了不断的这种 所谓高压维稳 那么它就没法维持下去 因此这种所谓现代化的管理 也是注定是不可能持续的 这些问题我觉得 也是我们在谈到中国 目前的这种所谓 第五个现代化 必须要注意到的方面 好的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 选读一些网评 听听我们的听众 观众 网友 朋友们 在这些问题上有什么看法 首先是埃德文陈 他说中共很有可能 走回毛泽东时代 但是美国的极限施压 正在发挥作用 我猜习近平现在可能犹豫 他应该采用何种强硬的手段 来动员民众转向阶级斗争 我建议美国政府抓住机会 坚持极限施压的策略 不要让中共加速亚洲军备竞赛 导致新的大规模战争 国伤70年 他说中共无论是走邓小平路线 还是毛泽东路线 都是中国人民的灾害 邓小平路线是腐败之路 它使中国贫富加剧加大 毛泽东路线是死亡之路 它让中国人民宁为太平犬 不做乱世人 中共唯有走格尔巴乔夫路线 才能和中国人民获得双赢 格尔巴乔夫解散苏共 苏联人民获得新生 苏共体面退出政坛之后 广大前苏共官员继续活跃在各独联体国家的政坛 中共灭亡七日可待 唯有格尔巴乔夫路线 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还有一位叫共飞饼 他说民主不是天下最完美的社会制度 但是没有民主的国家 他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就无法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在中国从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 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无法保障 你不受到无法无天的伤害行为 这就是民主和独裁的本质区别 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当邓小平他说起 四个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全面借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对于社会主义 他显得不那么特别自信 不那么理直气壮 他以白毛黑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等等 来处理共产党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可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则完全不同 他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前提 就是四个自信 他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 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 刚才胡平先生论述过这个问题 他说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 我来请教鲁先生 您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的 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 这一套所谓行得通真管用 有效率的这个制度和体系呢 在习近平提出来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 还有他提出来的这个整个治理体系的改进的 这个过程里边 所谓的四个自信 其实是完全建立在高度的自卑之上的 他对自己的这种治理体系 从来没有自信 如果有自信的话 他就不用再提出来说我很自信 就像一个人长得很漂亮 他不用整天的来夸张 我长得很漂亮一样的 大家都会看得到 他想比肩于邓小平和毛泽东时代 显然是有巨大的差别的 因为毛泽东从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里边 他是真正打出来的江山 不管他的血腥政策和铁腕 是如何摧毁了很多中国人民的这个生命 和他们财产以及个人的幸福 但他毕竟是打出来的江山 不管是过去跟国民党的战斗也好 是在他所谓新政权建立以后 通过反右摧毁知识分子 然后通过所谓的工商业改造 摧毁资产阶级和这个小工业者的财富 建立了他这个政权 都是维护和稳固了共产党 在这个中国的这种统治 邓小平呢 站在毛泽东的这个肩膀上 继承了共产党的一统天下 但是他发现继续走这条路的话 已经导致了经济的破坏 已经导致了共产党的整个体系的动摇 和即将衰退的现实 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 让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可以有所提高 他清醒地认识到 如果不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加强经济建设 共产党的统治 就会即将完结 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么他相应地对政治体系 对过去若干历史问题 反右也好 文化大革命也好 还是做出了一些相对客观的一些评价 让中国不至于在恢复到 这个极权统治这个残酷的环境下边 采取一种相对开运的政策 所以有了80年代 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去思考 中国的老百姓还可以有一种向上的激情 那么到了这个胡温时代和江泽民时代 主要是在经济上面做了一些工作 而且赶上了这个 向美国 向中国开放市场的这么一个好时机 所以积累下来一堆相当的这个社会财富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接手了这些社会财富以后 极大的巩固了共产党的这个统治的实力 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接手了前人的这个成果之后 他当然是很有自信 他当然可以挥霍这些社会 为了维护他个人的统治 他这些和邓小平时代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的体系是真的管用吗 如果管用的话 那么中美贸易战打了这么长时间 中国的经济已经在急速的下滑 如果管用的话 他就会拿出了一套对比 这个僵硬的决策出来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 香港问题久拖不决 已经造成了香港整个社会的 你失劣和大陆人民的这种失劣 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他还是同样没有拿出了一套 所谓管用的策略出来 这个体系已经破产 那么所谓的效率更是一个效法 我们看到在一党专政 在习近平的这个高压威权的统治之下 对很多社会问题热点问题 都是进退失据 拿不出来一种办法 在美国宣布增加关税 对中国的商品采取一种壁垒的话 中国的所有的官媒几天之内 没有发出任何一条消息 其反应之慢为事所罕见 所谓的效率在这里荡然无从 同样的情况 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面 也可以同样的看到 那么当香港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 中国的官媒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的传声筒 也是久久的不能发出这条正式的消息 表明一种态度 也说明在这些问题上面 它的效率是完全的丧失 所有的这个工作的机能 都给予习近平一个人的耗炉 终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行得通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到此已经是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因为它所传承的俄国的 所谓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已经在90年代就已经轰然倒塌 柏林墙也荡然无存 东欧和苏联人民 已经获得了自由 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只剩下了中国 朝鲜 古巴 等几个可怜兴兴的小兄弟 这条路到此为止 经走不通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邓小平的思路 就是说不争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自己的理论 没有多少信心了 那么即使是邓小平之后的 像江泽民还有胡温这个时代 实际也没有改变邓小平的思路 你看我们说江泽民他提出一个口号 叫与世界接轨 就是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 胡温时代更是提出了 超阶级 超党派意识 超意识形态的以民为本 唯有习近平 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很有自信 很有信心 他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 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保障中国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长期稳定的这样一个奇迹 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 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来请教胡先生 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 他制度不离口 那么他本人也大力倡导依法治国 那您预计四中全会在完善制度 和中国的法治建设方面会有什么突破吗 的确如此 你看就在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不离口 习近平在四中全会要做报告 谈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推进中国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这个现代化等等的同时 我们看到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 就是习近平的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这本书已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那么这就说明了 这个所谓四中全会 如果说 它会在什么完善制度和制度建设 法治方面有什么突破 那恐怕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这正是习近平时代一个特点 就是他术语在翻新 内容在复旧 你像党领导一切 我们这个口我们都很知道 是毛泽东时代的口号 尤其是在文革时期的一个口号 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 在这个邓江湖时代 这个口号都提的很少了 虽然也谈四个坚持 但是至少领导一切这种说法 是已经比较少得多了 从80年代还提到什么党政分离 政企分离等等 那么到现在 到习近平时代 他就重新拿出了个 所谓这个党领导一切 这个口号 那么这个口号 是个典型的毛时代的一个政治口号 这就说明了 在习近平的这个统治之下 今天的中国更多的是向毛时代倒退 是离开过去二三十年的所谓这个邓路线 尽管邓路线本身有很多严重的问题 但是比起毛路线来讲 它多少还是有一些进步 而你现在习近平的做法 它是要恢复到毛时代 这当然是一种更恶劣的情况 那么这个谈谈法治建设 我们这方面当然这个问题就更多 那所谓这个709律师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势力 因为律师问题就是一个标志 那标志中国在法治方面 到底有多进步或者有多少倒退 那么在毛时代是法律 律师根本制度根本是被取消的 到了毛泽东死了之后 斯文贝达倒了之后 中国开始又恢复了律师制度 那么曾经一度呢 律师尤其是就拥现了一大批维权律师 他们对于这个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 毫无疑问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正是到了习近平时代 律师群体当首先首当其冲的是 维权律师群体遭到了空前眼里的打压 那么你就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志 也可以看出 我们也没法对四中全会 在法治建设方面有任何的看好 相反呢 我们倒可以估计呢 在四中全会之后 那么中国在法治方面 恐怕还会持续地倒退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再给大家抓紧时间 选读一下网评 我们尽量选读两个方面都有的观点 首先是Rong Zhang Yang 他说五个现代化就是商鞅化 秦始皇化 用人脸识别等等先进的技术 武器的军国主义化 吕处 他说共产党为物质马首是瞻 从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呢 那个邪教就蒙蔽了大多数人 因为那个时候丰富物质 是他们最大的信仰 这也是共产风在上个世纪 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 如今习又要走毛的老路 快马加鞭走向贫穷 向往自由 他说中国的政治稳定 是运用无数的大量的国家机器 和专制工具 对人民实施独裁高压统治 所表现的 经济稳定 则完全是美国政府 和美国各大公司培养的 是美国直接造成了 中共政府的所谓经济奇迹 另外一位叫崔宗邦 他说改来改去 改回毛时代 前进前进方向搞错了 再搞次文革 国家经济崩溃了 就容易改了 阻力也没有了 傅政辉 他说没有所谓习邓路线的摊牌 只有全党全民团结 拥护中央领导 我等小民 不得妄议中央 傅先生观点很有意思 傅先生观点 我们就看看 傅先生认为 说是没有所谓习邓路线的摊牌 只有全党全民的团结 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 关于四中全会的通知 除了会议的主题之外 还在结尾意外深长的 有一个补充 说会议还将讨论若干其他问题 那么许多人 对这个若干其他问题 更感兴趣 上个星期参加我们节目的 政治学学者吴强 吴强先生他这样说 他说四中全会延期 说明了很多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党内的路线冲突 这种冲突实际上是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 威权主义路线 和习近平强调自立主义的 这个极权主义路线的一个冲突 那么我们刚才 傅政辉先生说没有冲突 也不会有摊牌 也不会有路线的斗争 我来请教鲁先生 您如何看中共当前 高层的这个两条路线 这个斗争 有没有这样一个 两条路线的这个区别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倒是同意刚才 那位傅先生的发言 所谓的路线斗争 应该说是关于同一个目标 大家不同的行进方向 或者不同的行事方法 以及路径出现的这个不同的观点 但是事实上 我们从中国共产党 这么多年的历史 总结出来的 所谓历次的路线斗争 党内的各种倾讶来看 没有什么方法上的不同 都是为了维护统治 争夺控制权的这么一个 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个派生出来的 是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并没有因为形式的方法不同 大家形成争论的这么一个历史和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哲学 就是斗争哲学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所谓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包括王明的机会主义 包括文化大革命 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公贼 所是一个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的投资 包括把邓小平 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把邓小平又拿出一个右倾 投降主义的路线投资来打 包括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面 把彭德怀 作为什么右倾投降主义的投资来打 实际上根本没不存在 这些所谓的路线 这些路线 每一个具体的路线 都有具体的人来承担这个 比如彭德怀 只不过是看到了 这个湖南乡间民主 在所谓的大跃进的 这个浮夸风之下 遭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为的迫害 饿死了很多人 在这种困境下面 只不过是想向共产党来呼吁 向毛泽东呼吁放开手 让人民还有一条生路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 被上升到所谓的路线斗争的高度上 并且置于死地 那么这次所谓的路线斗争吗 我觉得我个人是这么不认为的 同样如果有所谓的路线斗争 必须应该有执行这些路线的人 那么现在我们在共产党的党内看到 习近平已经是一统天下 不存在其他的人敢向他说一个不治 敢向他提出任何的 跟他意见不同的任何建议 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路线 也就没有所谓的斗争 只有习近平的一手遮天 唯有他独尊 不存在这么一个路线斗争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鲁先生呢 他不赞同有两种路线这样一个斗争 这个的确 说到两种路线呢 就会让人想起这个共产党血淋淋的这个历史 两条路线斗争呢 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个术语 但是有没有两种 我们如果不谈路线的话 有没有两种路径 或者两种思维方式 这样的一个区别和不同呢 比如说有人就这样认为说 这一次的四中全会呢 将会成为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分水岭 说当前的美中贸易战 香港抗争以及经济持续下行 这三大问题呢 没有一个问题不涉及到邓小平路线 和习近平或者说路径 我们说这个两种方式的这个激烈冲突 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如何评价这个习邓两种不同的路线也好 路径也好 那么目前中共党内有没有这两种不同的这个路径或者路线呢 在口头上习近平还是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邓小平路线的继承者 比如他这个第五个现代化 他就是这么讲 2014年他就讲过话 这个引用过提到过邓小平在92年南巡的一段话 当年邓小平说 恐怕再有30年时间 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制作 习近平就说 说当年我看到邓小平这个 这个这段话 我就在想 为什么邓小平说 他说要主张要形成一套这个更成熟更定型的制作呢 为什么强调要30年才行呢 他说现在你看 所谓离92年30年那就是2022年 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 所以必须把这个尽道 把这个邓小平这个战略构想要落实下来 那所以嘛三中前后我们就提出要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势力能力的现代化 也就是说呢 他其实把他这个所谓第五个现代化呢 看成是继承邓小平的一致 但实际上呢 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确实和邓小平已经相差很远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 不管毛路线邓路线还是习路线 都是党路线 都是共产党路线 对 但是按照这个共产党 他们共产党讲路线 都从那个标志来看的 那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呢 在毛路线和邓路线之间 在邓路线和习路线之间 或者说他们这个毛搞的那一套 和邓搞的那一套 以及习近平搞的那一套之间 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 也并不是不关红纸的这个重大区别 所以在这个一样呢 你要说真是路线斗争也未尝不可 那当然由于中共的体制 就是这么一种体制 你从来无法从外不能看到 他们有公开的路线斗争的表现 等你看到有公开路线斗争表现的时候 那都是事情已经结束 已经落幕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认为 这个党的他会有这种所谓路线斗争 或者这种不同的做法的 不同的路径的这种冲突呢 那就是因为习近平所作所为 确实和当年的邓小平的一些做法 那么形成很大的反差 那么既然我们可以认为 在中共体制内有相当一批官员 包括一些高级官员 他们是从邓小平路线之下成长起来的 而且从他们过去的作为来看呢 他们还是比较认同邓小平这一套做法的 那么因此你就可以推断 他们对习近平的做法呢 一定是很不满意的 再加上习近平上台一来的所作所为 也侵犯了相当一大批官员的利益 当然至于他对政治 经济 文化 意志形态领域 各方面对这个全面倒退 这点你可以认定了 在这个不仅是习近平和这个中共当局 和整个社会和民间 那包括也在党内想必也有很深的这个冲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四中全会 认为很有看点 那就认为这个会议呢 也许可能会成为这个党内这个斗争的一个爆发点 当然就像我们上次也谈到过的 在现行的体制之下 它并没有这个党内 并没有给不同意见的发表 提供一个合法的一个正当的渠道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党内的发现这种激烈斗争 如果出现了这种斗争 那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它如果这种斗争没有出现 我想大家也不会感到惊奇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个体制之内 在党内在上层 那么这种不同的路径的选择 这种冲突和矛盾显然是存在的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再给大家读一批网评 李雨田 他说现在的中国大陆民众 对着媒体摄像机爱党爱国 虽然言不由衷 但不无安全上的考量 至于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或者只能道与知心朋友了 非博假 他说看看全世界还有几个国家 搞社会主义 搞共产主义的 不是说实事求是吗 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国的问题吗 还是傅政辉先生 他这样说 他说中共建政七十年 至今中国仍大而不强 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 傅先生应该是这个意思 中共建政七十年 至今中国仍大而不强 富而不均 虚而不识 为而不稳 甚至华而不识 傅先生这个文字 我们在我在稿子上看不出来这些 但是我猜想傅先生这个意思 他说债多不愁 所以我们热烈期待四中全会将中国带向治理的现代化 来解决这一切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节目 其实外界现在对四中全会主题感兴趣 但是更感兴趣的是习近平目前的地位 自从他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以后 我们看到习的名望和地位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 说习近平在这一次四中全会上 可能面临内忧外患的压力 很有可能会向党内坚持邓小平路线的改革派 做出一定的妥协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控方面 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我来请教鲁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习近平自己身边危机四伏 朝不律夕 有一种战战兢兢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不仅不会放松对权力的把控 反而会更加的变本加厉 把权力拦在自己手中 对周围的人就要一切要设防 因为当他当政了这么两届之后 他的最大的功绩 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 就是取消了这个任期的限制 把自己跟过去的这些领导人 把已经取得的成果全部对立起来 他推翻了过去的前几任中共领导人 所建树的一切 也把自己放在跟所有党员和中国人民的对面 因为他把宪法都改建了 为的只是他一个人的这种长期的连任 而他这种连任并不是想继续的为中国人民夺做工作 或者说取得更多的利益 在他这个目前的位置 从他个人的这个地位这种来说 做到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已经是高处不胜寒了 他不需要再攫取更多的这个东西 他只是担心在自己的身后 如果不能控制政治局面的话 很可能跟其他的独裁者的下场是一样可悲的 所以他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身上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能够看到 这个习近平主席担任了很多很多个 所谓的领导小组的组长 那么这只有权力在身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感觉到夜里睡觉是踏实的 是安稳的 那么在四中全会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 他这个所谓的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改变 只不过是五年多前的一种老调重谈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也不可能在这个会议上去讨论 什么具体的事物 因为如果所有的事物 所有的治理方针 都能够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独裁政权 那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种特征 一种象征 因此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 好 那么也有人说 就像刚才鲁先生说的那样 说习近平将在四中全会上遇到挑战 被追责甚至被逼宫 这是不了解中共内幕 低估了习近平的能力 鲁先生刚才论述了很多 他们认为呢 说习近平已经清除了元老势力 大权债务 这个挑战者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四中全会应该是贯彻 这个习近平思想和思路的一个大会 不太可能出现杂音 那么胡先生 您如何看习近平在中共高层 以及这一次四中全会上的 这样一个地位呢 我想认为习近平已经清除了元老势力 清除了异己势力 没有 在没有挑战者 这种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习近平上台 他一开始 他就并没有自己的派系 并没有自己的人脉 并没有自己的人马 而且他上任之后做了很多事 不要说对民间 对老百姓 对知识界 对企业界 就是对党内 就对他同僚也是数比无数 因此呢 他在党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个危机应该说肯定是存在的 只不过在这种体制之下 就可能出现这么种很怪诞的局面 就即便党内在体制内 有很多人都不满习近平 都反感习近平 但是呢 他依然能够坐稳他的宝座 这种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 那么现在一般谈习近平的权力 就会谈到习近平守过军权 那么掌握军权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看到呢 习近平的掌握军权 就和当年的毛泽东的军 掌握的军权 邓小平掌握的军权就不一样 因为当年毛泽东有军权 邓小平掌握军权 不仅仅在于他们有军委主席这个职务 而更在于他们在军队中 有特别深厚广泛的人脉 那么军队之所以认毛 认邓 那不仅仅是认他们有军委主席 这个头衔 而且也是认他们这个人 所以你看毛泽东有好几次 在党内上层 发生比较大的矛盾的时候 就扬言 我冲上井冈山 就要说 我就不信解放军跟你们走 那这话意思就是说 哪怕你们把我的职位给我撤了 把我怎么样了 那军队不会听你们 那会听 还是会听我的 那邓小平就更不用说了 你看六四之后 邓小平的军委主席也辞掉了 92年南巡 他居然可以让军队给他保驾护航 他居然可以对现任的军委主席说 谁不摆格谁就下台 那就说明这个军队认得是邓小平这个人 不是认得你军委主席这个头衔 你没这个头衔了 我们还是认你 那么这是毛泽子 他对军权掌握到这个程度 而就习近平本人呢 他在军队中并没有这种人脉并没有这种关系 军队认习近平认的是他的头衔 而不是认他这个人 所以哪天习近平如果没有这头衔了 那么他的军队的权力就完全消失了 所以这是考虑到习近平本身权力的这种种特点 所以我们当然不认为 习近平在党的地位是安然无恙的 只是由现行体制的这种对他的保护 才使他能够造成目前这种局面 OK 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 我们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讨论 那就是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 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目前外界都广泛流传 陈敏尔 胡春华入场 中共常委有7人 扩大到9人 那么不知道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当然很多这是望风蒲影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 下一次我们再找时间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好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 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鲁南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 难掩经济困境 习近平四中全会有何法宝 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